子弹的截面都是圆形的吗 不一定 还有可能是六边形 比如这些用在惠特沃斯步枪上面的子弹了 很奇怪是不是 但他们其实是为了配合惠特沃斯步枪枪管理 那扭曲的六边形枪膛的 跟大多数使用圆形螺旋线的膛线不同 这支步枪的设计者约瑟夫·惠特沃斯爵士 选择用六边形来让自己的子弹快速旋转起来 这样的好处就是 弹丸不必像往常那样咬入膛线的凹槽里面了 使射程和精度都大为增加 所以即使它是一支已经诞生了150年的步枪 在世界最长距离确认击杀的列表里面 仍然排在第19位 毫无疑问是美国内战时期最精确的武器了 有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是这样讲的 1864年的5月9号 北方联盟的士兵们听到了 来自惠特沃斯步枪子弹那特有的尖锐烧声 就立马跳进壕沟里面躺平了 因为谁都怕那个玩意儿嘛 但是指挥官约翰·塞奇·威克将军 则例外 他怒斥自己的手下 认为你们这些败类不仅胆小还脑残 敌人可是在一公里开外 这样的距离 给他们一头大象都是打不准的 你们竟然怕这个 结果话还没说完 左眼下方就迎来了一颗六边形的子弹 随即倒地 真的就啥也怕不了了 我去看了